知名NBA主播张曼元遭网友痛批,太膨胀了,真拿自己当回事,喜欢NBA的年轻球迷一定知道张曼元,他是央视NBA主播,凭借傲人的身材和不错的英语口语能力,加上频繁和NBA球星互动,让这个女生很快就为NBA球迷所熟知,起初球迷喜欢他,因为他身材好,口才好,喜欢笑,没人会拒绝爱笑的女生。 不过最近对于张曼元的看法,球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,原因是张曼元现身某知名篮球论坛,用一种傲慢和不耐烦的态度和球迷说话,在标题中,他就说有人花钱,请他和网友聊天,在正文中,明确表示自己因为要宣传某游戏,所以才来该论坛,甚至在最后还加上一句,请网友开始你们的表演, 他只有一个小时,通篇充斥着傲慢情绪,好像球迷求着他似的,果然该贴发出后,遭遇大量球迷反对,球迷直言不会指出,任何名人过来聊天,都是客客气气,从来没有人这样态度, 如果是宣传也可以理解,在自己不是大腕的时候,应该保持谦逊,很明显,此人因为身处央视,加上又是拥有众多球迷的NBA主持人,年少成名,久而久之会有一种优越感, 这一点从他的文字中就表露无疑,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谦逊,就像球迷说的一样,如果不是央视这个牌子,张曼元真的没人认识的,反之,如果他连续遭遇球迷差评,央视会很果断坏人,不会有半点忧郁,毕竟现在中国最不缺的,就是颜值高的女生,更别说喜欢体育的美少女, 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,我们知道,越是大牌的人,越谦逊,比如叱咤NBA多年的诺维茨基,在中国赛期间,不愿其反为每个中国球迷签名,库里甚至甩开保安,和中国球迷机长,没有一个球星会说,我来中国就是打广告的,只有一个小时,你们快点问问题,最后,我们希望张曼元能吸取教训, 毕竟你只是一个主持人,以后做好NBA的主持工作就行,不要太飘,脚踏实地,比什么都好